发心要发得圆满究竟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你发心不远不究竟 你的果报就很小 如果等到我震到小果了 我再发大心 这样次第发心 时间很长也很累 不如一开头就发足 那个就很省事 好像你们有不少同修 驾车到这来 驾车当然要加油 你那个油加一点点 开一点点再去加一点点 那你实际不就自找麻烦吗 为什么不通通家族呢 一下就开头 具合为这个意思 心要不放不是很大 很圆满的 在这个菩提道上常常要停顿 常常要休息 那一停顿一休息就退步了 不进则退呀 所以你修行的时间就会很长很长 三大二十七节 这发足了就快了 一生当中就越满了 那是不能够相比的 如上乘佛道下化众生 一定要发这样的愿 要发愿作福 要发愿 要发愿 学佛 学佛呢 学作佛 这是金刚金山 世尊所赞叹的 所需演则的 教学的对象 学生这样的人儿